Bike In 機車資訊網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e In 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機車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都有不一樣的意義跟使用方式 有些人會把它當作是一個自我風格的展現 一個個性的延伸 有些人會把它當作是一個好夥伴 一起上山下海到處去玩 也有些人會把它拿來改裝 拿來比賽 去追求自己所要的夢想還有熱血 這些都很好也都很棒 不過對於更多人來說 其實機車就是一個 每天都會用到的重要的交通工具 同時也是一個生活上的好幫手 而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主角 就是樣服的實用需求 機能需求 甚至是價格需求的新車款 KIMCO X-GOING 125 聽到X-GOING這個名字 我想很多人在第一時間 會想到過去在二層城時代 那一台以流線動感聞名 吸引很多年輕族群喜愛的GOING100 那這次官洋會採用X-GOING這個名字 我想最主要就是希望去延續那種 比較動感化 比較年輕化的風格 不過以整個外型設計來看 其實X-GOING 它是比較接近過去官洋的GP車系的 在很多造型元素上都非常的相似 從車身正面來看 X-GOING採用的是比較流線 比較滑順的線條 去做為它主要的視覺概念 那在斜板中央呢 則是採用了一個銀色的裝飾鍵 去搭配進氣口的造型 讓它看起來變得比較動感一點 在車身正面兩側呢 則是大型的廣角式方向燈組 這個除了辨識度好之外呢 也和斜板上的線條 成為一個很好的搭配 讓整個造型看起來呢 不會過於單調 增加了一點變化度 隨著線條向後延伸 車體的兩側部分呢 是採用白色車殼 來和主車色做一個搭配 前方這邊還有一個KCC的專屬LOGO 這是KIMCO Challenge Championship 光陽挑戰盃錦標賽的專用LOGO 它是用來做一個點綴的 最近光陽比較特殊的版本 或者說比較年輕化的機型呢 有些就會採用這個KCC的LOGO 來增加車體造型的辨識度 車體中後半部 一樣是流線圓滑的線條 去接續原本的主車色 再搭配這組視覺感很強烈的車身貼紙 還有這個相對比的白色後扶手 還有同樣風格的流線型的尾燈 去整合出一個很一致很完整的視覺效果 以整個車體造型來說呢 其實XCOIN它走的並不是時下的主流路線 因為現在時下的主流車款要嘛做得很尖銳 要嘛做得很運動很霸氣 再不然就是那種小巧可愛輕巧時尚的感覺 這些都跟XCOIN不太一樣 因為它走的是比較中規中矩 比較保守路線 說得更直接一點 它不是那種一看就會讓你留下很深刻印象的車款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要回到最初的車款定位 因為XCOIN它要走的就是符合一般大眾需求的 通勤型機能型這樣的車款 所以在設計上它並沒有去做一些很強烈很硬派的設計 而是以符合大眾需求為前提 再加入一些年輕化的元素 去讓它看起來不要那麼老那麼古板 所以這台車如果是一般年輕人在騎 你會覺得很好很OK 那年長一點的商班族菜籃族來騎 也沒有什麼不妥 就算是我們的爸爸媽媽來騎呢 其實也蠻不錯的 所以以這樣的設計取向來說呢 我覺得是相當成功的 那對於那些想要買一台通勤車 平駕車人來說呢 也確實多了一個很好的新選擇 主打經濟實用路線的X-Going呢 在配備上是以符合其事需求的機能型配備 作為主要的特點 那在頭燈的部分呢 是採用高亮度的H4規格頭燈 那這樣的配置呢對應到一般的使用環境來說 應該是相當的充足了 那不管是在市區 或是說光線比較暗的郊區呢 它都能帶給使用者非常好的照明效果 前後的方向燈 採用的都是一般的燈泡 那尾燈的部分呢 也是傳統型的燈泡 那它實際的亮度表現呢其實還不錯 夜間的識別度跟安全性呢都沒有問題 儀表的部分 雖然說是經濟型的車款 但一樣呢還是採用了指針混合式的數位儀表 那右邊這個指針的部分呢是顯示轉速 而中央還有一個電頻低電量的警示燈 那左邊的液晶螢幕呢 是時速、里程、時間這些功能 都整合在這個地方 那它的故障碼警示燈 還有這個機油更換的提醒燈 還有方向燈、遠近燈的提示燈呢 通通都是以小圖示的方式 坐在轉速表的旁邊 這個我覺得其實蠻可愛的 開關總成的部分 右邊是三段式的燈具開關 還有電源的啟動鈕 那左邊呢是遠近燈 還有超車燈、方向燈跟喇叭 完全的使用路線 龍頭下方 左邊是使用中控所開啟的彈出式油箱蓋 那中央的下方呢 這是一個長型的置物掛鉤 上面雖然說沒有防跳脫的機構 但是因為它做得夠深 所以很好用 你掛的塑膠袋什麼的都很OK 不用擔心說騎一騎呢 東西就噴走了 附帶一提 這次在椅墊前面下方這裡 還有一個小掛鉤 這個位置比較低 所以如果說你是買比較重的物品 你是可以放在前腳踏上 然後再勾回來這裡 真的蠻實用的 前置物空間的部分 這是從掛鉤下方就開始拓展到最右側 所以它不只深度很夠 你可以放700cc的飲料杯跟寶特瓶 旁邊也可以再放一些抹布、手套之類的小物 也是非常實用性的設置 打開椅墊 沒有錯 這次採用了自動三起式的設計 那這個不只很方便 每次在使用的時候你會覺得很開心 好像車子在幫你服務一樣 這蠻不錯的 打開椅墊 在車廂空間的部分 說實在話X-COIN它的表現並沒有很突出 這不是它的強項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車體設置的關係 它的車廂空間雖然夠長夠寬 一般使用是當然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它在車廂底部的這個地方 有配合引擎的零件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完全平底的設計 如果說你要放安全帽 尤其是那種比較大的全罩帽或是三分之三 你是很難完整去蓋上的 這個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有這樣的需求 夠車錢最好先去車行比對一下 看看能不能符合你的需求 以整個車體配備來說 其實你在X-COIN身上 找不到什麼特別豪華特別高級的配備 這一開始就有講了 它的定位它的取向 本來就不是這個面向的 如果說你要找的是那種頂尖的豪華配備 其實以光陽自家來說 你找G6找Racing找Racing King 可能都會是更好的選擇 甚至它們也都可以超乎你的期待 但是如果你今天回到 以一般的使用取向 通勤取向 所要的配備來講 X-COIN它也都準備好了 以這個面向來講 確實做得不錯 那我也相信它的表現 是可以符合大部分人 對於一般EOCC車款的使用需求 KINCO X-COIN 125 在定位上是屬於比較通勤型 比較實用型的車款 所以它在騎乘姿勢的設定上 也是比較平易技能一點的 實際跨說上去 以我自己176公分左右的身高 是可以完整的把雙腳平放在地面上的 那我們家的編輯 身高168公分 它也是可以雙腳完全的平放 那就算是身高160公分左右的女騎士來乘坐 其實也是相當的輕鬆 相當的自然 那對於一般的使用者來講 真的是蠻貼心蠻棒的騎乘姿勢設定 在乘坐感的部分 X-COIN它的椅墊設計算是比較寬 做起來蠻舒服蠻自在的 不會有什麼壓迫感 不過如果真的要挑毛病的話 就是X-COIN它畢竟還是屬於一個 比較輕巧型的車款 如果你常常要雙載 而且兩個人體型都比較魁梧 比較巨大一點的話 可能會覺得稍微擠了一點 那如果說你很在意這個 我會建議你去選擇比較大一點的車型 那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那麼說到乘坐感跟雙載 這邊也來提一下它的後置腳空間 雖然說X-COIN本身有飛懸式的踏板 但是它這個後置腳空間做得不錯 你不管是後座的乘客要放腳 還是說有時候我們前面騎車 前置腳空間要放東西 騎士的腳也是可以移到這個地方來放的 那這是一個蠻實用蠻舒適的設計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在動力輸出的部分 這次X-COIN採用的是光陽 K&I的滾針引擎 搭配16位元的噴射系統 那在它的動力表現上 我們實際騎乘過程中 你會發現說它的動力表現是比較溫和一點的 它不像光陽其他的運動型的車款 或說旗艦型的車款一樣 它是在追求很強的爆發力 這個部分X-COIN不是這樣子的 那我想這最主要還是因為它的車款定位 你站在油耗 站在使用者類型的角度來看 這樣的配置是可以去理解的 那在自動系統的部分 前面是採用220mm碟盤 搭配單活塞卡鉗 後面則是使用骨煞 單以數據來看 其實沒有特別的強 但是對應到X-COIN它的輸出特性來說 也算是滿足了基本的安全性的需求 那麼在這次的測試過程中 我們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X-COIN雖然它是屬於一個 實用型車款的設計 但是它的引擎轉速來到7000轉之後 其實它的動力輸出表現是會變得滿直接 滿有衝勁的 這很有趣 因為當初我們在測試這台車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想說要把它騎得很快 沒有要特別去操這台車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實用型的車款 但是沒有想到在高轉爆發之後 其實它騎起來是別有一番樂趣的 所以我就建議說如果未來你購入這台車 在安全的情況安全的路況之下 你也可以去試試看 去體驗一下它在高轉速域那種不同的動力特性 懸吊和操控性的部分 這次X-COIN它採用的是10吋輪框 搭配後面的單槍氮氣避震器 10吋輪框其實在傾腳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 你要跑山你要殺彎 其實真的那不是它擅長的地方 但是它10吋輪框所帶來的靈活性 搭配上後面單槍氮氣避震器所帶來的舒適感 其實兩者結合在一起 它整個騎乘感受是蠻舒適蠻自在的 如果說你以一般的街道騎乘來說 其實這是蠻適用的 我個人騎起來也覺得很輕鬆很簡單很好用 以整個動態表現來說 X-COIN走的是比較舒適 比較靈活這樣的特性 它的自動動力 它的懸吊來說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當然如果你要拿來跟主流的運動型車款 或是旗艦型車款相比 我想是沒有辦法比較 因為本來它們的定位 它們的取向就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如果今天回到一般使用角度來看 其實它的表現還是算相當不錯 對於大部分的騎士來說 應該也都能帶來相當不錯的動態騎乘感受 車場之間的軍備競賽 對於喜歡車人來說 我覺得是看得非常過癮、非常開心的 因為每次有新的車款、新的科技推出 通常就代表又有新的話題、新的技術 可以去研究、可以去討論 相對來說 比較簡單、樸實的中價位、平價位車款 好像就沒有那麼吸引人了 在網路上的討論度 通常也都會稍微低了一點 不過你對於一般的使用者 那些不玩車、不改車的族群來說 到底哪一個會比較重要呢 這支KIMCO X-GOIN 125的官方建議售價是59,800 以目前的測試來講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平價位、中價位的範圍 確實以它整個銷售的價格 跟所對應的配備來講 也算是蠻經濟實惠的 那當然實際的售價跟相關的銷售方案 還是請以店面跟經銷據點為主 什麼樣的人適合X-GOIN 什麼樣的人又不適合X-GOIN 我們先來說不適合的好了 第一個如果你是性能名 你是動力狂 你是所謂的彎道騎人的話呢 我想X-GOIN不是那麼的適合你 簡單來說 如果你要玩車、要改車 要享受整個車輛騎乘的運動感來講 這些都不是X-GOIN它的強項 你如果說我就是要玩要改 也可以 只要有新的話 什麼車都可以玩都可以改 但是 因為它的先天設計取向 就不是這個面向了 加上相對一些改裝品 套件等等 都不是那麼的豐富 所以如果你要去享受是騎車的感覺 玩車的感覺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去選擇別的機型 X-GOIN絕對不會是你的首選 第二種 就是你要的是超級豪華 頂級旗艦配備的 不好意思 這些X-GOIN也沒有 它走的就是一個比較實用 比較基本的路線 如果說你要很高級的 前後雙疊 全數位式的儀表 ABS防鎖式 煞車系統 MOTOCAM這些頂級配備 不好意思 它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今天回歸到 一般基本需求 你要一個很充足的 通勤的 機能型的配備來講呢 其實它都準備好了 而且相信 也不會讓你失望的 那什麼樣的適合X-GOIN呢 第一個 就是你想要用比較超值 比較實惠的價格 去購買車輛的人 X-GOIN 125 它的官方建議售價是59,800 那放在目前台灣車界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實惠的價格 那以實際的表現來講呢 它也確實可以帶給使用者 非常超值的回饋跟感受 那所以說 如果你是以這個面向去購車 跟選車的人來講呢 我想X-GOIN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第二個就是你希望買的是一台簡單 但是又不會太老氣的車型 X-GOIN 125 它走的是比較流線 比較圓滑這樣的風格 它不是時下年輕人喜歡的那種 比較尖銳很囂張很未來感的車型 但是也不會是過於太過老派 阿公阿嬤那種感覺的車款 所以說如果你要一個簡單低調 但是又不會騎出去說老氣 太老這樣的車型呢 我想X-GOIN它的外型設計表現 確實是蠻不錯的 總結說表現來講呢 其實我覺得X-GOIN相當適當的 回應了目前市場上 對於通勤車 代步車這樣的需求 說得更直接簡單一點 現在市場上的車都太貴了 有時候你要找一台代步車 還真的不知道怎麼找 那這次光陽推出X-GOIN這樣的做法 其實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雖然說對於一些年輕的玩車人 愛車人來講 可能會覺得超無感 甚至影片你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因為你要的是一個比較大的動力 比較豪華的配備 甚至是更殺的外型 那這些都不是X-GOIN的強項 但是如果你對於一個 想要用一個比較簡單實惠的價錢 去買到一台可靠代步車人來說呢 我想X-GOIN還是有相當程度的魅力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X-GOIN的新車測試報告 我是小三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時候在路上 我們會看到一些爸爸媽媽 或者說感覺上次剛出社會 剛拿到駕照的年輕人 他們騎的可能是一些比較老 比較舊的車款 那可能是因為價錢的關係 捨不得換新車 不想買新車 那這些車呢 你看到它可能一些零配件都老化了 或者說很多的異音雜音 感覺狀況不是很好 那這樣的車能不能騎 能不能動 當然可以 我們知道說車子年紀大了 會有很多小問題 可是你真的要把車完全超到掛 好像也沒有那麼容易 那雖然說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可以去思考一下 雖然說現在新車普遍都很貴 你要買一台代步車 不管是每天騎還是偶爾騎 可能都要多考慮一下 因為價錢的關係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有這樣子的通勤需求 那其實我覺得說 你可以考慮一下像 KIMCO X-GOIN這樣子的車 因為它的價位上來說 它讓你在購車負擔上不會那麼的累 因為價錢比較平時一點 那該有的配備也都有了 如果你說你今天要一台通勤代步車 那這樣的選擇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你不用因為價錢的關係 去趨就於那種老車 舊車 或者是三天兩頭 就會發生一些小毛病 不用 你花一筆錢去買這樣的車 我覺得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當然 你如果要跟其他的明星級車款相比 它沒有那麼的耀眼 沒有那麼迷人 那但是呢 你以它的實用性 以它的整個騎乘表現 整體感覺來說呢 我覺得它還會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可算是一個非常快的 不可以分析 coun不信心有真得的 我找到你 你找到你 我找到了你 你找到你